在远古时代叫做欧 《山海经》中记载 欧居海中 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时期晚期 东欧已有先名声息繁衍 称为欧人 他们是温州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是温州人的先祖 相传在夏商周三代 有一只傍渤海而居 南达江淮善于航海的民族 称作东夷 商代以后 东夷族的一部分 南夷与原居民族混合 称为百岳 东欧族便是百岳民族中的一只 春秋后期 东欧地作为越国的藩类 接受了越国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不少越国王族和臣民来东欧定居 此时的欧地 土著仍是欧人 但统治者也是越人了 汉汇第三年 邹瑶被立为东海王 以东欧为都城 人称东欧王 东欧王统治时期 温州一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东欧人开始使用铁制的农具产落和兵器锚等 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农业生产日益发展 温州进入铁器时代 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后的短短27年中 温州先铭曾有两次大迁徙 这两次迁徙给温州的生产文化 带来重大损失 原来已露出文明曙光的东欧 又沦为萧条冷落之地 温州先铭的第一次大迁徙 是在汉武帝建元三年 明曰派兵唯控东欧 东欧粮食断绝 危在旦夕 向汉天子求救 于是汉武帝派兵为东欧解围 当时的东欧王邹望 担心明曰再来寻衅 便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内签 后来得到汉朝廷的同意 其后 邹望就率领东欧民众 迁到了江淮之间 在东欧内袭的第二年 这里就归属明曰管辖 汉武帝封明曰王的弟弟于善 为东越王管辖东欧故地 温州先鸣的第二次大迁徙 发生在汉武帝原封元年 东越王于善因反抗朝廷被杀 汉武帝便下诏 以东越南以治理为由 下令当地的民众向内迁徙至江淮之间 并令其分散居住实行强制同化政策 于是东越国解体 此后一段时间 温州这块土地上人口稀少 仅少数山岳人逃逸在山林 汉昕昭帝始元二年 原先居住在辟属深山穷谷的土著 渐渐出来 还有些眷恋故土的岳族遗人 也慢慢千回王城 于是在东汉顺帝永和三年 建制永宁县 这是温州建县之时 当时户不满万 人言稀少 据宋书 周骏志在 永家骏下松阳 永宁 乐成 安顾 衡阳五县 所下区域相当于 今天的温州离水两市 人口3.6万余 与东欧撤离时相比还少10% 也就是说 从东欧王国解体后 温州这块土地上 一直到宋代才接近原来